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Bootstrap的排版基础 那Bootstrap呢定义了全局的一些控制文本的一些样式 那这节我们主要学习这一节的课程目标 我们主要学习Bootstrap对我们常用的文字标签做了什么样的控制 什么样的样式格式化啊 好呢我们看排版前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写使用Bootstrap的时候 我们的HTML文档最好使用HTML5 因为Bootstrap是基于HTML5的 所以HTML5的我们要使用HTML5的DogType 那如果是普通HTML的话 你把这个HTML就是DogType后面一大堆东西删掉 只留个HTML 这呢在XML里边我们叫文档例行定义 只是定义了这个文档 它的根结点是HTML 后面还要定义它的DTD 这个呢HTML5就不需要这样声明了 我们直接DogTypeHTML就可以 然后这个Manda的这个设置呢 可以简化到直接Manda 等于我们这个编码就行 那你要看这个HTML5是不是HTML5的特征的话 就看这两就OK了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使用HTML5的文档例行 那再看移动设备优先 移动设备优先呢 我们给大家讲过说 使用我们在使用Bootstrap的时候 在Hand标签里边增加一个Manda Manda呢就是Viewport Viewport我们可以指定我们这个内容 内容的宽度是多少 也可以指定高度 指定它的缩放 缩放比例 使不使用缩放 如果我们这样使用1 这样不使用缩放 那就是在移动设备里边的话 这个内容还是保持 我们的高分别里面 1比1的这样一个比例 而且不进行缩放 不进行缩放的话 你在移动设备浏览器里边 你需要拿滚动桥进行什么呢 滚动 那整个Viewport的语法是这样的 这本来是HTML5的内容 然后是Manda Name等于Viewport Content等于Hatwise 这是要高度 是要宽度 高度一般我们不设 因为浏览器的话 高度太高的话 你广东圈往下拉就行了 然后这是InitialScan 就是初始的这个缩放比 这地方 它的值是0.1 0.01到10之间 是给个辅点数 然后这是最小缩放 就缩放的最小比例是多少 缩放的最大比例是多少 使不使用缩放呢 No就不使用缩放 Yes就使用缩放 那什么缩放 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就是你在宽分别率上 做这个网页很漂亮 但是在如果你缩放的话 到手持设备的这个浏览器里边 它可能看不清楚 文字缩的很小 可能看不清楚 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有Target什么呢 DPI Dependent 这个呢 我在这个文档上 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这个解释 大家也可以百度搜一下 这个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很简单 就这么几个值 长影就这么几个值 宽度 初始缩放比 然后最大缩放比和最小缩放比 实不使用缩放 就这么几个值 那接下来我们看响应式图片 在Bootstrap 3.x中增加了 这样一个样式 就是Image Responsive 这个样式做什么事情呢 它其实就是设置了图片的 这个百分比 百分百 高度自动 但是它设的这个百分百 不会大于图片所在容器的 这个大小 那我给大家写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看一下 好 新建一个web项目 C103 C103 我还是把写起来的 这个CSS的模板 Bootstrap的这个文件模板 给大家导进来 导个2的吧 Ctrl C 好 粘上 那我们来找一张图片 这张图 Ctrl C 放进去 这张图呢 我们取个 PSC01 好 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HTML文件 这个叫demo01 那这地方呢 我们还是把第一句 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你自己也写也行啊 但是 最好去复制 我不进行缩放啊 不进行缩放 或者缩放 这个删掉吧 好 那我们要使用 Bootstrap 我们要导入Bootstrap的这个 CSS文件 那么就是 Link 导入 导入导入这个导入它CSS文件 我们没有用到加网 Spray的插件 所以不需要导入GIS 那么给个div container 那我们定义我们的三个系统 div 这是我们的一行 我定义小分费率的下东西 div div class 它站上4格 另外一列站上8格 刚刚占满12格 我定义小分辨率 小分辨率底下它是4比8 那如果你要大分辨率底下 当然更是4比8 所以你设置小分辨率 大分辨率 它会保持小分辨率这个比例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呢 给一个image src 导入这张图片 注意 导入这张图片呢 给图片加一个class image responsive 这样呢 这个图片 它就是我们响应式的图片 好 预览一下效果 注意看 我把浏览器往下变 注意 我浏览器变 我浏览器变 这个图片大小根本变 就是响应式设计的 这样的好处 这是我们的响应式图片 那我们再看排版和列结 bootstrap设置了全局的样式 基本上对我们常用到的所有这个文字标签 都做了全局的样式定义 首先对我们的body 做了这样的定义 设置整个body页面的背景是白色 marge是零 然后设置了body里边的字起大小 14像素 然后行接距大概是20像素 做了这样的设置 那整个bootstrap呢 它使用numberless numberless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酷 这个酷呢 主要是解决不同浏览器 CSI效果不同 而且统一这个CSI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酷 那这个呢 原代码 我们定义这个全局像式原代码 在nomalizeless和这个less文件中 可以找到 但这个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不讲到less 好给大家举个例子 还拿刚才这个来讲 那我在这个地方给一个 P标签 给个hello 给个文字 那我再给一个超链接 我们都知道 做过web开放 我们知道 P标签 做过web开放 我们知道 直接做完超链接 它是默认样式 是一个呆下滑线蓝色的字起 那么现在用行 看一下效果 这个鼠标移上 它默认给你的超链接 会做了一个 把它定成蓝色 鼠标移上 出去下滑线 而且 这个P标签呢 它大概设置的默认大小是14个像素 那怎样可以看出来呢 我们这样浏览 在那个IE浏览器上浏览 我还得找一下IE 好 把这12复制下 好 Ctrl V 回车 IE浏览器 它有这样的功能 有一个文字大小 我设的最大 如果不起作用 就说明这些字起 已经收到CSS的控制 收到CSS的控制 所以呢 这些文档 只要 其实是 只要你导入了这个Bootstrap 它对你的body 已经做了什么呢 这个CSS的这个控制 所以这是Bootstrap 定义全局的这个样式 那么再看标期样式 在标期样式 那还是在这个里边来写 比如说给个H1 第一个标期 标期样式呢 我们有6个H2 3 4 5 6 2 3 4 5 6 好 预览看一下 注意 标期样式呢 它是给你做了这样的定义 嗯 第一个 H1的标期 Bootstrap给你定义了 大概是36像素的这样一个字起 它的Magitop设的是20 Magit Bottom设的10 那二级标期呢 H1呢 它的Magitop还是20 Magit Bottom是10 大小大概是30 这个是24 那从H456 H456的话 它的Magit Bottom和Magitop都变成10了 那大小呢 分别是12 14 这个方式是18嘛 十几啊 大概这样的格式 它已经定了这个格式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Spy 好 还是用一样的文字算了 它也给你 内置了这样的一个样式 Class H1 一直到什么呢 我们的H H1 H2 这Bootstrap给你 内置了 内置的器 H1 H2 H3 H4 H5 一直到H6 H6就不写了 用心看一下它们效果的区别 这个没有换行 那给上一个P表就算了 好 然后保存看一下它的效果 看这个效果 你从表面上看它俩是一样的 其实如果你看这个Bootstrap它这个原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 这种样式它没有定义Magit Top和Magit Bottom 这种样式 这种样式 直接的这个标签选择起它已经定义了什么呢 Magit Top和Magit Bottom 好 这是Bootstrap对标题样式的这个定义 对标题样式的定义 它在这里边也可以使用一个small标签 small标签当然是我们这个小字起 是我们的HTM5的一个标签 小字 小字起 好 Ctrl C Ctrl C C C 好 运行一下 那相当于这个小字起做我们的这个副标起 这个小字起 默认 占这个 它是30个像素 那这个小字起呢默认占这个36像素的65% 从4到6的话是占75% 我在这个给大家做了这个解释 它默认是1到3占65% 呃4到4到那个6占75% 其实它也没必要记住的东西 你只需要知道 在标题里边H标签里边我们可以使用small 如果你不使用H标签的话 你使用任何标签都可以给它加一个class 样式选择器 选择H1到H6的这个样式效果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 呃 标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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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